有些投手教練會讓分數拉得比較開的情況 腳一跑了跑了 到三壘 捕手傳二壘那邊 Safe 雙倒壘成功 二壘的跑者胡錦蓉帶頭向前衝 帶頭向前衝 一壘的林毅全也跟進 都可以計上一次倒壘成功 其實高之剛已經是想說三壘抓不到了 我抓二壘 竟然也沒有能夠抓到 高之剛已經很聰明了 你只要一壘手也沒有Hold在一壘壘包了 所以離壘距離也比較遠 那起跑也都沒有問題 這個球沒有傳到位 傳到位有機會抓到林毅全 林毅全就糗了 不是 現在落後六分 這個戰術事實上是有的時候 對方要的是出局數 這個會有一些風險